中文字幕——YK 是一个在晚上制作的象征着音乐的曙光 象征着所有的希望 象征着自己的目标目的 象征着所有的人因为听到自己的歌而失控的这样一个寓意 然后把男性的美通过music video不同的拍摄手法 给展现给观众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专辑 那我全部给你们推荐一遍吧 首先Lose Control是主打歌 那主打歌它就意味着它有music video 那就是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和感觉的三方 一起来享受这个样的音乐作品 那What You Need它是作为一个先行曲 在10月7号我想作为一个特殊的节日 在10月7号是我生日嘛 我想把那天10月7号作为一个特殊的这样的节 来让大家记住这些10月7号这一天 OK那就两首歌去了 那What You Need也有music video也可以是一样的去感受 那MYM它有一个 那个original版本 它的原版它就是有一些很让人记忆犹新的动作 来组成整首歌给大家留下的回忆 那MYM Oxy Divergent就是那个吉他版呢 就是让别人可以在晚上很安静的听着这样一首 非常平静和性感的这样一首歌曲 那Tonight是适合在下雨天一个晚上 你要需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需要一些勇气 但是又有一些胆怯的时候 可以适合听Tonight 那最后一首relax 当你在人生走每一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最迷茫最辛苦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做选择 在人生的十字路路口上 你不知道往左走往右走的时候 建议你听一下relax 重新整理自己的脚步 看到自己的心 从心出发 这样就让你酝酿酿酿酿太久了 但是我觉得吧 时间它是真的是 磨刀不务砍柴工这句话 古人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以前就早就想出了 但从来没有机会出 所以就一直在磨刀嘛 结果这一次挺锋利的 因为这张专辑的所有的想法跟idea 睡不着觉 但是一定要谢谢所有在 因为Lose Control这张first mini album 准备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们也付出了他们的辛苦 而我一直不断地在换我的想法 换我的idea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配合我 做这样那样的计划 然后 挺感谢他们的 因为我一直在不同的 在转变这样的那样的想法 他们也付出了 他们真的非常辛苦 我也辛苦 他们也辛苦 可能一般 编曲的时候 确实是自己关在房子里面 但你灵感就很随时随地都会有 有个什么触景深情 或者是什么这种那种 随便随地都会想到 艺人绝对是感性的动物 艺人这个职业 他当艺人这个职业的人 他就是一个很感性的 应该会是hiphop 但是具体还要看 燃爆眼曲风吧 首先不敢当吧 这么多前面的艺人 好的艺人 可能就是 可能那时候 别人看youtube放假 可以吧 看youtube看的比较多也有可能 那主要还是说 作品得过硬吧 就是说你别拿出去 见不了人 你知道吗 自己作品拿出去以后 能够得到大家喜欢 喜爱 我觉得蛮开心 来自于我的一个哥哥 对 叫狂乌凯 他的 他是汉国人 那在跟他一起 在作曲的过程中 想到了这样一个概念 反正就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给大家不一样的冲击 因为我希望 我的每一个作品 都是对大众 对歌迷朋友 对于 所有的观众 是负责任的 歌声多亲切 你跟他很倾斜的一种感觉 哦会有 那大 大同前辈呢 他 我昨天还在那个后台 看到他了 他可能他不认识我啊 我跟他 对对对 我还跟他打招呼 但是那个 他可能 主要的 因为大同前辈 他的 乐器什么 他是非常牛的 特别是吉他 所以 嗯 特别是他 我听他的很多歌 跟Jazz 跟Blues 结合了很多 然后和弦运用的非常 怎么讲 非常广泛 是我学习的 在和弦这一块 学习的楷模 对 那 我 我主要讲究 我在作曲跟编曲的时候 我主要讲究的就是 没有的 新的 In the future 未来 是我比较 关心的 就是 未来别人会听 什么样的曲风 当然 各种各样的曲风都有啊 这是我说 把我的想法跟未来的 还加上我根 刚刚学到根上 说要加尔化音 根上面 我有的 就是我 因为我从小在中国长大了 我根上有的那些 他们 我们大众把它叫做接地器 我把它叫做中国魂 融合在一起 会是一个 比较牛的 专辑吧 我也希望用新的元素来 给我洗礼 洗我自己的血 因为我如果 完完全就只有一种风格的话 会 虽然是好 它会有代表性 它会有给你贴上符号 但是我希望的是 一直不断地通过音乐去 洗礼自己的 换自己的血液 然后让所有中国大众 又 接受另外一种曲风 又接受这种那种的曲风 就一直在慢慢地 把我们的level一点点 到天上去 那有可能会通过我们工作室的形式 可能会发布一些音乐吧 就是可能没有通过专辑发 可能就是陆续的应该可以 但是我觉得大家量力而行 就别为了这个东西买 因为你演唱会总得开的 你知道吗 歌手不可能不开演唱会 总得开 只是我觉得现在开演唱会 不承受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的歌不够 自己好的歌 好的作品 你就说 你满打满算 现在都没到20首 你每一首歌都唱 你每一首歌都dance break 你倒还是不够 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的话 你肯定你歌首先得够 那你20首歌 比方说我们要20首歌 开这个演唱会 那你至少有30首歌呀 你有30首歌 才能在30首歌里面 你选一个跟你 因为concert 它也有它的调性 跟它的风格 这又要涉及到这里面 你要跟涉及跟 整个演唱会 相符合的歌曲 那你是不是还得挑啊 不可能你就20首歌 你就20首唱吧 服装造型上 可以聊聊 表现方式上 也可以聊聊 看看跟哪些导演合作吧 这点我非常惭愧 虽然一直说 自己想做演唱会 但是我能够接触到 演唱会的方式 方法并不多 而且我也没有 看过很多很多人的演唱会 充其量也就是一个 XO的 自己组合的一个演唱会的 舞美的那些设计 跟编排会 自己照照相 把它拍下来 把它做一个记录 完了以后 前几天不久 手机进水了 那些照片都没有了 很胆疼 对啊 这个非常胆疼 做了很多记录 就是自己想要的舞台 要怎么样 包括我10月7号 以前在上海 开了一个大型的生日会 其实是以生日会之名 偷偷地给我粉丝听歌 听我自己的歌 因为那时候也只有六首 那 其实在那个 我就最后总结 就是看了所有 我XO那些舞台 我就总结了 其实最重要是雷射 雷射挺重要的 在舞台的 而且灯光的排板 排布啊 很重要 让他们花的每一分钱 都会觉得值 对 包括10月7号那天 也是工作室 那些成员们 小小小秘书们 没睡觉也是晚上 我在彩排的时候 他们就这里 那个 整理那些衣服啊 什么 也是 因为我们也 确实是想 因为既然你们买票进来了 那你们不能空手而归吧 纪念 纪念的那些 礼物啊 物品啊 包括我自己设计的衣服 都给他们装到包里 让他们拿走 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票价也不要盯那么高啊 就往下 往下来 我觉得这是 我能够对粉丝做的 最大的回馈吧 他们这 确实为我们能做挺多东西的 我以前是叫什么 星陀什么的 然后后来变成 努力努力再努力 就是 就觉得什么都不叫 什么都不好 你知道吗 就叫 就随便写了个名字 没想到 这成为自己 现在一个 还挺有代表性的一句话 等我哪天不用 我换张一新的时候 就表示张一新 现在实在是动不了了 你知道吗 努力不下去了 不然的话 你放上名字 放下 你觉得 我觉得对不起观众 你知道吗 你要没努力的话 虚嘛 心虚啊 你们好喜欢做选择题 我选择恐惧 问答题吧 问答题吧 不 马 马玉梅 就什么 M1M对吧 那当然像我的歌了 当然喜欢控制 差不多 哪个帅 什么时候哪个帅 喜欢选哪个 当然是狗了 只要是音乐都喜欢 就没法选 这两个都选 看得少 没法看定 没图景 语文吧 语文吧 语文 都喜欢 都是我自己的 都可以都选吗 都那个都选吗 谢谢你 谢谢你解救我啊 可以 谢谢 真的 你这问题 就我这种 纠结的这种 我选择题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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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喜欢小孩的 然后我觉得 小孩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然后因为我自己 年少时期 幼儿时期 我也有很多喜欢的 这种 哥哥姐姐们 但我鼓起勇气 我去上去跟哥哥姐姐说 哥哥 你能不能跟我张张相的时候 对于小孩来说 他鼓起了他 活了那几年里面 所有的勇气 去跟你说这句话 但如果你的 你是拒绝 或者是通过 旁边的工作人员拒绝 你给这个小孩 带来的心情 很大的 有的时候小孩 可能就 就可能会 他就会非常荡下来 那我希望 所有 只要小孩跟我聊 说要照相 在可能的情况下面 不影响 现场秩序 跟 纪律的情况下面 我是愿意 跟他们照相 因为 小孩的心灵 很脆弱 我自己以前就这样过 三个大咖 在我前面 我分别找了 一二三 只有第三号大咖 跟我照了相 那个哥哥叫做 路易哥 那个时候 我确实 因为 我那个时候 是我妈怂恿我 你照个相 你怕什么 你个大男孩 你这不照个相 他有什么 六岁吧 那个时候 我参加精英电视艺术节 你知道吗 精英电视艺术节 一个人在上面唱歌 唱Rap 还是 Oh my God 对 你说 其实真还挺奇妙 往里头 在那个 金天视艺术节上面 然后就是 有三个大咖 往里头 就只跟 只有路易哥 跟我照了相 我觉得 就好开心 但是一定要注意 现场纪律 跟这个 旁边人面的安全 因为人太多的话 那个时候 你跟我说 你照相也不合适 因为怕有 有没有人踩 那不 怕有一些不好 这个叫什么 安全问题 因患 对 对 CRAZIE 想想你 LADY 是烂药的 LADY 那黑暗 诱惑中 略带 一点 美 LADY